有在古山地区的自封社区 台北那些民都是中蘇農業相關的工作 相約開發的程度比較低 到底是為什麽會來發生早産的情形 比較有可能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山谷是沿著雷山長山帶來發揚 附近的岸山本來就比較破損 西南側那條山谷 事實上大概就是沿著這個離山斷層花育的 那麼在斷層帶附近的沿層就比較破碎 那麼隨意說在那個地方 這個道路一開發的時候 邊坡就容易垮 溫堤夫人朋友站在一個很驚訝 在橫洞中來追溯 只不注意有可能就會連下去 對那天然的因素 另外比較有可能造成出風朝山的完影 就是任務的開發 前出震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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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土地比一載歐過 土地就變了比較爽涼 有道路開過去的情況之下 會容易產生挖坡腳 然後你會感覺到那個 上邊坡是往下滑動 那又因為填土的關係 所以下邊坡又往下滑動 再加上我們上下兩邊呢 都有非常多的情根性的一些蔬菜啊 這些的作物 以及造成呢就是人為翻土 就翻動的那個頻率比較高 本身的地質不穩定 國家上風力水力以及人物的開發 造成從風夏區慢慢的三星 三位走算進行 那是要特地改革到危機 基本的反環只有成川 不僅借當好有機民減少開發 在短期之間呢 可能只有減少開發行為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麼以千村或者是做帶入改善 或者是說假設我們有更好的話 就是做一個生機莊的一個 跨越那樣危險區的一個狀態 可能會好一些 只是成川這麼大的工廳 可以攤好用意 不過如果是要機民放棄在山坡地經營 還會影響到新隔 自風夏區、早甩的危機 卻走在地時間內地 也沒辦法特地來改革 接下來 翁嬌信 恩加吉 蔡鳳報道